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8月24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大盘 在指数昨天这地方强力反弹大涨之后呢 今天顺着美股继续的一个走高 指数开高之后呢 上涨88点开出 一度急拉上去涨了162点 不过今天没有能够维持昨天那样子 一路走高的气势 接下来指数在开高之后 就是高档来回震荡 一度涨162点 也一度拉回下沙 这地方剩下涨38点 最后呢来回震荡之下 收盘是上涨76点 收在16818的位置 那成交量今天稍微有点增温 来到4131亿的量能 价涨量增之下 连续两天出现了反弹的走势 不过从类股走势来看 今天还是这地方蛮分歧的 昨天带头大涨的航运股 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走势 在开高之后马上就一个下沙 收盘反翻黑跌了1.72% 昨天大涨今天又开高走低 很明显又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现在这个部分仍然是筹码 这个都有短线大户在掌控 拉一根场红涨停 吸引散户隔天去追 人家马上就出 出完又开高走低 可能就会这样来来回回 继续反复的剧烈震荡 那电子股呢 今天仍然是持续的一个整理 台积电稍微这个回稳到570 但是上档压力仍然重重 可是今天指数仍然收高 靠的是什么呢 今天居然轮到了金融股 很明显这是指数的一个控盘工具 就是指数背后的一个控盘大户在 那现在很明显的是 拉不动航运 拉不动电子 就拉一个大家都没有的金融股 所以金融指数今天大涨了百分之点三 可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感觉 所以指数涨了76点 这地方接下来 还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高呢 后面要注意哪些重点 当然针对盘势的部分 我们待会都会再来做 比较详尽的说明 重点一开始还是要先按照惯例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龙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8月24号 9点16分每天第一步 先来观察盘式结构 决定该做多还该做空 那今天的盘式结构注意到 美股礼拜一持续的在收高 连涨两天连续两天反弹 而且小NAS的旗指早盘续涨20多点 国际盘表现还算不错 那胎股指数呢 今天是开高之后先几涨超过百点 首盘是一个多方量出来 而且有达到451亿 预估量其实早盘还不错 有4500到5000亿左右的量能 那旗指的涨幅也跟现货差不多 所以我研判 今天指数应该是 开高之后高档震荡盘 那只是因为昨天已经急拉大涨 今天就比较要小心 会有那种盘中的上冲下息 就是先拉可能就会杀 如果杀下去又可能会拉 就这样来来回回震荡可能性会比较高 当然重点人要去观察 个股结构强弱的变化 那因为今天大盘成交量预估有达到 4500亿的一个多方攻击量条件 所以现龙老师今天这个盘式 我们决定采取一个短多先买的策略 锁定的标的呢 在这地方驱动IC当中 专门做电子货架标签驱动IC的一个 23141的金鸿 目前这个地方据了解 他的一个电子货架标签 驱动IC订单已经达到满赞 都已经排到年底 所以下半年很有机会继续涨价 那重点是找盘技术面来看 开高之后先做一个拉高 但是一度也出现一个拉回下杀 吸引散户在卖出 在做右空的动作 随后呢 又能够降回到大单卖出的成本 找盘均价之上 而且突破了一个下降压力的走势 疑似又有搭户 先做洗盘 洗完盘又要再度进货迹下 短线动能指标 这边也出现翻红的转强讯号 所以今天3141的金鸿 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采取短多先买的策略 那只是今天 不叫跟会员朋友说声抱歉 我们9点35分建议会员朋友 短多3141的金鸿 短线技术面转强之下 定价在1555以下的价位 来做买进 停损也先定好 来到152 那只是这一档个股 并没有如预期的 洗完盘之后 继续往上再冲高上去 反而在这地方 9点53分的时候 触及到我们预设的停损 也就是152块 所以县荣老师通知大家 这时候因为已经触及到停损 所以我们就试价152块附近 先做卖出 遵守纪律 请勿做凹单的动作 这是县荣老师 在操作股票的时候的一个原则 一定先严格控制风险 每次出手都先跟大家报告 今天万一哪里不对 停损点先定下来 那万一碰到 也都会通知大家 这地方遵守纪律 绝对不会做凹单的动作 这是我们做股票的原则 纪律绝对是最重要的重点 当然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人说 那今天没有赚 也要拿出来说 这就是县荣老师 这个每天的一个坚持 坚持这么多年来 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在报告 每一笔的操作 那所以你看到 我们有赚没赚 都通通成实奖 重点我再三强调 当然我没有办法保证你天天都赚 但是我也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哪四大保证呢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冲 我们当天见一定当天出 而且出手 你看到都先预定好停损 万一哪里不对 赔个一%多 顶多两%左右就跑 这个地方严格控制风险 当天紧绝对就当天出 绝对不做凹单动作 第二个保证 每天你也看到 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那今天也只有唯一一档 3141的金红 那第三个保证 每一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会员朋友 做当冲 跟着我这地方操作的 都是3141的金红 没有其他股票了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所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推出股市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给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最高要求 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坚持这样子不说谎不骗人 而且你看到 每天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真的是有赚没赚 都拿出来诚实讲 只求缘分道的时候 认同我们这样理念的 再来一起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当然也再三强调了 那做当冲真的没有人可以天天赚钱这种事 或许你可能在网路上 看到有一些所谓的一个 哇 这个 有人很厉害 每天都在秀对账单 哇 每天泼出来的以实现损益 哇 都是赚钱的耶 哇 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 这个是不是真的有人当冲就可以天天都赚呢 事实上 这地方内行的人就会知道 如果有人每天秀对账单 然后以实现损益 都是赚钱 最有可能的就是 他每天买进了好几十笔 买进了好几十笔 盘中只要有赚了 哇 赚个零点几% 就把它卖掉 赚个零点几%就卖掉 赚个零点几%就卖掉 这时候把对账单拍下来 你会看到他的以实现损益 以实现损益就是已经出掉的 都是赚钱的 啊 万一没赚的呢 还没出啊 就留仓啊 放着啊 凹着啊 甚至改放波段啊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 啊 或许他每一笔以实现损益都是赚 但是都赚了一点点 到最后 一赔 都是一缸子 只是没有拿出来讲 放成波段 流畅 凹单去了 这样最后实际重损 总损益会是怎样呢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很容易就是赚小小 赔多多 赚少赔大 就是这么来 所以我要再三提醒 做股票可以这样子吗 好 股票操作就像吃烧饼一样 没有人吃烧饼不掉芝麻的 但是掉个芝麻 记得很正常 没有错 千万绝对不可以怎样 只吃芝麻 却掉了整个烧饼啊 什么意思 就是千万不要说这地方 做股票 看对看错都有可能没有错 好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那看错呢 一个原则 顶多小赔就出 千万不让大赔这件事情发生 绝对不要掉了整个烧饼下去 好 这样长期下来 好 看对小赚大赚 看错顶多小赔 自然长期下来 就有机会成为赢家了嘛 对不对 像今天我们三一四一的金鸿 看错两趴不到 那就给他 马上就跑 好 这是我们的原则 看对的时候呢 好 这地方举个例子 像我们之前做一龙店 利多建包之下 大户洗完盘 好 这个拉高 趁着利多建包 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我们建议会员盘短空先买 那天卖在182.5以上的价位 杀下去179.5以下买回 好 你看到三块以上的一个价差 七张两万多 算小赚入带了 好 那 当然掌握到的像金豪壳 那天167以上短空先买 杀下去162以下买回 最低后来还有来到156.5 很多人还补得更漂亮 那我们最少就是五块价差啦 五块以上价差 你看到一百万做七张 那天一天就可以开开心心 加薪个三万五躺起来啦 对不对 甚至像这地方 之前这个 汇洋KY还有一天赚个四万多的 那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我所说的 一个当冲的赢家 既得四大要素 第一步资金控管先做好 量力而为合理操作 用你承担的起风险来决定操作的部位 第二步 命中率要维持就要看准的目标再来出击 当然一定也会有看错的时候 所以这地方无论如何一定是在预期报酬 能够大于风险的条件才值得出手 并且最后遵守纪律 严控风险绝保单 那很多人做股票 就是因为这四点没做到 尤其第一点 如果没有做好资金控管 过度放大你的操作部位 你可能有一两百万 结果你操作每一笔都上千万 又没有遵守纪律 看错都舍不得出 就想要凹着 很容易就怎样 凹个错个一两次 就这样阵亡毕业都有可能 所以这四大要素 记得你要成为一个赢家 一定要先记在心里 先做好 这样的原则长期下来 才能够成为赢家 当然如果说投资派 认同县荣老师这样子操作理念 每天这地方出手都先预设好 停损 万一不对 小赔就出 严格控制风险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那么认同县荣老师操作理念的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时候 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好 回来继续谈到这个盘式 当然大盘指数的部分 之前在一万八千点的时候 就提醒过 那时候突破了左边 一七七零九的高点 看起来哇 多少人都告诉大家 要往两万点来做卖进了 结果呢 县荣老师提醒 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高手看筹码 筹码面 当时投信 零四周的卖超 逢高调节 外资呢 其只进空单 将近三万口 拼命的在避险 股票是短进短出啊 那这种状况就造成了一个现象 第一个 指数就算不跌 你也看到波段法轮长线大户 就在保守占卖方的时候 只剩下短线大户在掌控盘式 一堆当冲的大户 一堆隔日冲的大户 都会造成股价剧烈震荡 而且重点是 轮动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投资朋友 你看到这地方 指数好像在涨 好像每天都有股票在拉 结果你到处追 到处想要买股票 拼个大脚 抱个波段 最后都是怎样 满天转金条 一追又套牢 最后都是赚指数 赔价差 甚至现在大盘 还在一万六千八百多 一万七千点附近 所以投资人都说 怎么觉得大盘 已经跌到这个一万二 一万点了 因为手上股票 好多都腰斩 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想一想 那重点当时还提醒 指数虽然过高 技术指标未过前高 电子指数也未过前高 所以大盘 你要很小心 很有可能会在假突破之后 再度的 再来做一个拉回 上次17709 回跌2500点 这次创新高 要小心 那这是当时 县荣老师就提醒的 那也包括了上个月 大盘 这地方先一波下沙 跌到16893 再一波反弹上去 也跟大家讲过 这次下沙 抽板并没有清洗干净 量的趋势也在持续传弱 所以我都说 这个都要很小心 反弹可能过不了 左边17709高点 最有可能是碰到一下月线 又再度的向下来就彻底 17709 不容易上去的 所以现在你看大盘真的 反弹后来碰不到17709 再度的下沙 上个礼拜最低跌到16248了 那跌到这地方高档回跌1800点 外资起止空单 也稍微有在回补之下 上礼拜也说过 这里短线会有反弹的机会 那这两天大盘也真的反弹 那只是这个反弹 第一个要去观察 毕竟龙头的台积电 昨天讲过 这次跌破570之后呢 这个结构已经破坏掉 所以未来反弹 以前很多支撑 这个未来就有很多压力 原本的支撑都变成压力了 其实指数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一波的一个下沙 欠缺了我所说的低档转强 如果是这一波下沙出现 利空爆量重挫 融资追缴另外件启发 那我认为就有机会在恐慌沙盘之后 一路的多头反攻上去 但是这次没有 那我认为最有可能是 反弹过不了前高 可能下跌要再破前低 继续的反步震荡向下 这个状况我认为在接下来 都还是有可能出现 所以虽然短线上 我认为今天连长两天 稍微做个震荡还是合理 量的趋势也有在回温 或许还是有反弹机会 但是上档压力重重 而且未来这地方过不了前高 随时又可能这地方 一个急杀再破低的情况之下 怎么操作呢 提醒大家当然反弹机会我们要把握 但是一个原则 天下五空归快不破 我们多空灵活的快打当冲作战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是这样 盘中满手没有关系 不要担心错事行情 有赚钱机会我们还是要把握 重点是有赚没赚 盘后一定保持空手 这样就不用害怕 哇美股一下子反弹了 可是哪天会不会又突然下杀重挫崩跌啊 我们就不用担心 这样才能够顾好生活品质 早上掌握住赚钱机会了 晚上还睡得饱饱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而且快见快出之下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会非常的低 操作又灵活 我们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再度的先买 所以你看到重点是 我们帮你把风险先降到最低 因为我们盘后都保持空手 避免了股票抱在那里 一旦这地方行情又重挫下去 你会越套越深啊 会越赔越多啊 会变长期套劳重伤啊 我们不会 是不是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也不会放空 哎呀这个地方 农券要强制回补除全息啊 哇要被嘎到高档 我们都不用担心 所以重点是帮你把风险 先降到最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之下 天天掌握赚钱机会 来快速累积财富 所以我说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对很多投资人来讲 认为说当冲 哎呀就只是赚个几百块 一两千啊 这个只能赚点小钱 一不小心就会赔掉几万块 几十万啊 那代表你真的方法错误了 我强调我们的当冲 不是盲目的追高杀低 然后出手只想赚个几百一两千 而是第一个按照SOP 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在确认转折时才果断出手 第四个最重要 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万一不对 一定马上小赔就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 我们谨慎来做操作 步步为营 所以投资朋友 你看到我们的操作 有攻击机会 我们实作短多先买 包括像上个月不锈钢的原料 灭在上涨的时候 我们锁定大成钢 趁着股价洗盘 大户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短多先买 五四点六以下建议大家来做马进 最低回档到五四顺利的低档买到 等到股价急拉大涨上去了 哇别人这时候才急急忙忙去追价的时候 我们已经稳稳的低档马进 等到别人急急忙忙在追价的时候 我们已经逢高可以获利了极 建议大家五五点六以上可以来做卖出 对不对 那指令发出最高还冲到五六点二 所以很多人还更漂亮的卖到 那你看到我们这样子 至少就一块以上价差 一百万做个二十张 那天就加薪两万以上了 整理盘我们就先买后买 一龙店利多先报 大户拉高出货 被我们发现转弱讯号先买后买 有没有三块价差 七张两万一就这样赚起来了 甚至像四维行 一块多的价差 二十张两万多也赚起来了 金豪科五块以上价差 七张一天就加薪三万五 又赚起来了 今天这地方 这个戏创有五块价差 今天金豪而看错三块钱给他 马上就跑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操作就是这样 严格控制风险 遵守纪律 绝对不做凹单动作 严格按照我们所说的 当冲赢家四大要素来做这个操作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如果说投资 认同县荣老师这样操作理念 每次出手 一定这地方严格控制风险 绝对不做凹单动作 如果认同县荣老师这样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每天有赚钱 没赚钱 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时候 这地方 休息时间就来找我们 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的内容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投资 运达投资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 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 很多投资方法打电话进来 再询问县荣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那要特别感谢 有些投资朋友 他说 这地方看了县荣老师的节目 一段时间了 会愿意选择加入 最重要一点原因 就是看了那么多投顾老师的节目 真的只有县荣老师 每天会在节目当中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有赚钱的 没赚钱的 或是万一看错 挺损的 都会诚实拿出来讲 他说 光是这一份诚实 就值得他来做信任 因为毕竟股票 看久了都知道 哪有人稳赚不赔啊 但是其他人都只想赚钱 就只有县荣老师 愿意每天这样诚实报告 光是这一点 就值得来做支持 所以要来做加入 当然现荣老师很开心 能够获得投资朋友的认同 那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还在这里犹豫不决 不知道到底该选谁的时候 巴菲特他说过 他在选择员工 他在用人的时候 会去评估三个条件 一叫诚信 二叫聪明 三叫活力 那这三个条件 当然都很重要 没有错 但是其中最重要最重要 绝对是诚信两个字 因为一个人 如果没有诚信 却很聪明又很有活力 到最后 其他两种特质 反而会害惨了你 这是巴菲特所说的 那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好好来做评估 来做思考 谁能够真正帮助你 那我要再三强调 当然我不可能保证你加入之后 哇天天都乍赚特赚 大获全胜 那叫神话 但是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那四大保证呢 第一个 跟着我做当冲 第一绝对是当天进 当天就带你出 绝对不做凹丹动作 第二个 每天最多也只会有两档当冲股给你 不会给你一大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第三个 每个会员收到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所秀的当冲股 跟别人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推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 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继续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只求认同现龙老师理念的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那接下来行情 我们就继续利用快打当冲作战 每天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会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要先买还先卖 会清楚的提供进场价位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所以我们不是报一档股票给你 叫你试价去追价 帮别人抬轿 没有 我们价位都定得很清楚 而且一进场就先预设好停损 万一看错一%多两%就跑 绝对不让大赔发生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家通知你 无论如何 当天带你进 一定就当天带你出 像这个地方 今天金鸿很抱歉 我们停损挂在152 9.53分触及到停损 也是二话不说 通知大家买出 严格遵守规律 绝对不熬单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看对了 像上礼拜做细创 建议大家347.5 到347到348之间 来做买出 通通卖到 平均卖在347.5 杀下去 有没有342以下买回 最低还有到336 很多人补得更漂亮 我们至少就是五块价差啦 金豪科167以上卖出 最高167.5 杀下去 就建议大家162以下买回 最低还有到156 至少就是五块价差啦 七张一天甚至加薪个三万五 你看到就不是 这不是不可能梦想 就是这样利用快打当冲 先把风险降到最低 再来掌握赚钱机会 利用当中多创造一份收入 要来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 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如果投资朋友认同 县荣老师的这样操作理念 每天严格控制风险 绝不拨单 每天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而且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认同我们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一起来征服顾海 共创双赢 休息时间 欢迎指名加入 又我亲自带来的 鸡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顾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